小孩子吵的时候 你在开车 小孩子在后头吵架的时候 真的就头痛 有时候很想 就是抓狂两个字 然后头痛 老毛病又来了 好 怎么抒压老师 要选哪一个精油会比较好呢 帮我们示范一下 好 按 那我们首先先把油滴在手上 好 那我们选的这个是什么精油 它里面有 高地薰草 古橙叶 檀香 橘子 然后跟花梨木 所以是负方的 对 负方 然后滴一滴在手心 一滴就够了 一两滴就够了 好 然后就可以把油 沾在十根手指头上 一般纯精油 不能直接大量使用皮肤 但我们头皮有油脂 所以其实一两滴纯的没有关系 好 然后在十根手指头上 都布满这些香气 然后呢 接下来把油上在头部 让这个香气完全散布在你的头部 好 然后确认整个头都有这个香气之后 好香哦 好舒服 对 第一个动作呢 在这个两侧耳朵上方这边 轻轻打圈 打圈 好 这是不是有点接近我们太阳穴了吗 还是在耳朵上方 耳朵上方 好像是法际线这边 对 法际线这个地方 法际线这边 然后第二个动作呢 在这个头脚的地方 这边其实蛮容易会水肿跟塞住的 然后轻轻在这边打圈 然后打圈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整个后脑勺 整个后脑勺这边 都按 最后一个步骤呢 好 就是在这个颈部下来整骨区 好 那一样 轻轻打圈 另外一边也是 这样子 这样就完成啰 所以一开始就是要按按按 然后之后就慢慢去推它就对了 对 好 很舒服耶 好像眼睛变亮了是不是 有 你那时候头很壮的时候 对 眼睛很壮 按完会比较舒服 对 眼睛 好